一支就兩千萬 一年三支六千萬 拉輕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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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年就省下六千萬了耶 以一天十度電來算的話 它大概可以供給五十二點八萬戶 哇 一支燃氣渦輪發電機 就可以供應五十二萬戶左右的這樣一個用電 天擺超過三根頭髮以上的話 我們會考慮會把整支磚子重新拆掉 我們再重新加工組裝一次 對台灣來講 其實由於我們跟剛剛講到的前述的澳洲 日本或美國 我們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台灣的這個防衛還是要靠自己 靠山山島 靠人人跑 還是要靠自己 自己才對可靠 哎呀 我終於拜託大修那個愛哭鬼了 煩都把我煩死了 哇 手衛機器嗎 我必須要經常定期的維修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也沒有辦法隨隨便便就飛回二十二世紀 所以我只好來到二十一世紀 來到這個地方 看看有什麼電力的技術 跟部門能夠協助我 這個機器貓進行例行的維修 而且最近聽說台灣呢 因為本身 漢光演習剛結束 我們來看看漢光演習 有些什麼對我們防衛作戰上很重要的地方 另外更重要的是 最近幾個國家 像澳洲 英國 美國等等 組成一個AUKUS這樣一個聯盟 要準備做新的核動力的潛水艇 那我們也來看看 這個新的核動力的潛水艇 跟它這個聯盟背後的意義 好 現在就跟我們一起進入任意門吧 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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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哆啦A夢你怎麼在這邊 我是來到二十一世紀台灣 來看看電力的這個公司 有什麼厲害可以維修的這樣一個 特別的這樣的工廠啊 你真是來對地方了 這裡是電力修護處 是全台灣唯一一個重大的電力修護中心 是全台灣發電廠重要後勤的強力兵工廠 空洞? 我們主要負責的呢 就是全台灣的水力火力核能等發電廠設備的維修工作 總共有五個工廠 除了我們現在所在的機械工廠之外 還有隔壁的電機工廠 變壓器工廠 對面的葉片再生工廠 以及平潛工廠 除了維修之外呢 我們有資深的老師傅分成兩個體系 一個呢就是在現場維修的工作隊 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工廠 就是負責處理現場無法立即維修維護的部分 現在就帶您來參觀我們的工廠 我們來到維修工廠之後 我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 就覺得看到一種似曾相識的一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看過很多發動機工廠 那種燃氣渦輪啊 或者說其實就是噴射發動機 覺得這東西好像啊 其實這支轉子啊 就有點像是飛機的引擎 藉由空氣的壓縮加熱 產生高溫的空氣來推動這支轉子轉動 那它後面帶動的發電機才會發電 來供給我們所有人在運用 那這支轉子現在為什麼躺在這邊呢 最主要是它來我們這邊的時候 我們會對它做一些檢查 像是我們會對它做一些非破壞攤商檢測 來看看這個葉根槽運轉久了 它有沒有一些裂縫 甚至它的孔洞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撞擊或者一些磨損的狀況 甚至它一些配合的組件有沒有刮繩 或者是尺寸有經過運轉之後放大的現象 其實這支轉子呢 之前都是在日本進行維修的 那也大概在民國101年左右 那我們修務處要求三菱公司 將這個的維修技術計轉到台灣 那乘客長 那這樣從日本的維修 現在改為台電來自立那個維修 這樣一年一支能夠省下多少 那我們台電一年大概維修幾支 那以往呢 這支轉子如果在山林維修的話 那時候考慮到它的價格跟運輸的費用 包含維修的費用 會比在台灣維修的話 價格大概多了快兩千萬左右 一年大概都會維修到兩支到三支左右 一支就兩千萬 一年三支六千萬 一年就省下六千萬耶 其實這支轉子它的發電量大概是220MW 那我們換算成我們常用的度數是528萬度 那如果以我們一般家庭 以一天十度電來算的話 它大概可以供給52.8萬戶 哇 一支燃氣渦輪發電機就可以供應52萬戶左右的這樣一個用電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現在我們大潭電廠 它這一系列的燃氣發電機組 對於整個北部電力的這個幫助有多麼的大 而且多麼的重要 誒 陳課長 像剛剛我們看到這根轉子的這個齒輪軸 然後從固定位置 然後像把它舉升 然後把它調到 準備要把它樹立起來 你們會不會感覺到有些什麼地方會不會有壓力 會不會擔心它不小心突然掉到或碰到或砸到之類的 這樣的 其實有壓力是一定有的 那當然我們人員在吊掛的時候 數值是一定要培養起來的 包含我們的人員 除了經過培訓之外 他們都會取得國家技術式的症狀 那當然我們在吊掛所使用的器具 也都是非常非常嚴謹的 像剛剛我們看到吊掛的鋼索 那個我們每年都會做定期的檢查 那甚至我們承載的枕木等等 這些都是選的品質特別好的枕木 甚至還進過油 讓它的結構更紮實更強韌這樣子 即便是有壓力 但是你們也都很有信心的 可以把它安全的完成所有的工作 原本平躺在那邊的這個轉子 這個先端 現在已經立起來了 在這邊一駐晴天鐘 那現在它為什麼 我們要把它從橫躺的這個狀態 把它變成一個直立的這個狀態 因為這支轉子的幾何結構 要把它立起來之後會比較好組裝 下一個動作是要調整它的水平 來確保每一個輪盤 跟每一個輪盤之間 不會產生任何纖細 這水平儀的話它是用氣泡式的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就盡量讓它的氣泡 能夠在中間就好 最中間 對 所以現在 對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氣泡不在最中間 對 那這個時候課長要怎麼樣來修正它 那這邊的話 看起來氣泡是在左邊的部分的話 就是代表左邊稍微高了一點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得需要用下面的部分來做微調 那就是剛剛在 現在在我右手邊的人緣部分 它可能要稍微撐高一點 那左邊的要稍微放一點 真的只差一點點而已 它只能那邊轉半圈 對 氣泡已經在正中間了 對 而且喔 它這個本身 它那個氣泡就剛好在最中間 而且非常的穩定 一般的車床 它都是平躺式 就是我們稱為臥室的車床 但是 結果看到這個車床 這個車床板 它本身是躺在地上 那這個車床 它也是車床嗎 我們就要請黃課長來幫我們介紹 來 我們身後的這一部CNC 歷式車床 它應該是目前 國內對外加工裡面 最大的一部車床 它的車床的玄徑有6米4 最大切削高度有3米8 那它的最大載重呢 是100噸 主要是用來做 就是我們水輪機啊 或者是發電廠的內鋼 外鋼的加工 我們身後的這個是 立物發電廠的水渦輪機 那我們現在準備對它做一個 檢修的動作 因為它在長時間運轉之後 它的表面有一些磨耗 對阿 那個磨耗打得都很兇耶 我們現在就是要 對它的這個磨耗層 做一個加工去除 那再做一個補漢的動作 那最後 會再把它重新加工回它原始的尺寸 立物發電廠 就是它在太魯閣的峽谷 立物C 之所以它可以切穿太魯閣峽谷 就是它的金剛鯊 它的雜質非常的多 現在就是要把它表面的千瘡百孔 把它加工去除掉 然後再補漢一層新的身體上去 那我們再把它加工回它原始的尺寸 國軍如果在戰時陸海空要搶修 會讓哪些任務跟挑戰 好 對於國軍來講 當然其實在陸海空三軍 在遇到戰時 它都會有各種不同的維修需求 因為你既然是作戰 就一定有戰損 那像空軍來說 空軍它當然第一 戰機的這個戰損 它會有各個的這個 維修的這個 基地維修部門呢 當然如果說一旦好像 戰備狀況提升 我們的戰機 就要移轉到東部以後 那時候加山就會成為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維修中心 那加山的這個洞庫裡面 受損的戰機等等 進行一系列相關的維修 那另外其實空軍還有很重要一個就是 跑道緊急搶修 為什麼呢 如果現在以台灣面臨到的威脅來講 很容易碰到攻擊軍 利用地對地彈道飛彈 然後摧毀我們的這個機場的跑道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按照每個機場 它會依照最小的這個戰機起降需求呢 去做跑道的這個緊急搶修 它會運用到快乾水泥 然後這個搶修包開射之後呢 九十分鐘之內 要能夠讓這個最小距離的這樣一個跑道 能夠重新開射 海軍的話 當然如果我們的艦艇在海上受損的話 那這時候呢 它就必須要到 就近到這個東部的這個軍港 進行相關的這個維修 因為如果留在西部 就很容易 會被敵軍這樣找到一些加以攻擊 那如果說艦艇它的攻擊 雖然說不至於沉默 但是它還能夠不在海上的話 你海軍也有這種訓練 軍艦彼此間可以用互相拖帶的方式 通常是以這個同型艦來進行脫帶 那陸軍的話 它當然就會有這個航空部隊 在利用各個的這種工廠等等 進行疏散 以及相關的這個維修整補 讓我們的這個陸航部隊 能夠持續進行作戰 那一般的地面部隊 可以透過隱蔽掩蔽 然後讓這個部隊呢 本身盡量在暫時呢 不被敵軍找到 然後呢 進行相關的這個維修 跟戰力徽補的工作 那台灣有什麼可能 未來可以去加強改善的這種方向 其實以我們來講 其實以台灣在未來的這個 面對的這個戰爭狀態中 很重要就是戰力的保存的部分 也就是說 你要能夠讓戰力 盡量在敵方的這個密集的攻擊下 能夠得到最大的存活率 那對於你後續戰鬥的持續進行 才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如果說你今天你沒有辦法躲過第一級 你的這個武器裝備等等 都在第一級中 就遭到敵軍全部收穫 而且呢摧毀大半 那你後續也沒有打下去的這個空間跟本錢了 所以對於我們那個國軍來說 戰力防護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們看到後面有個東西在轉 那是什麼讓它轉 然後讓它轉的東西是什麼 麻煩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在轉的這個東西呢 是我們真文水庫 真文電廠裡面的動輪 它是全台灣數一數二大型的動輪 它總重有大概24噸 任何一種發電的模式 你一定要讓這個發電機組前面 產生一個轉動的力量 為什麼 因為那個富來銘左手 動磁電對不對 你在個磁線圈 然後讓這個本身的這個軸產生轉動 它就會能夠產生電 然後呢 這時候你把那個電抓下來 然後就成為你生活中的這個用件 那下面就是帶動它的呢 則是我們全台最大的力士平衡機 機器本身能夠承載的最大動量是多少 50噸 50噸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50噸大概是十字成年大象的重量 那就是十字靈望爺爺擺在一起 可以堆疊上去 是沒錯 但如果說換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算法的話 一台M48H永虎戰車的重量 剛好就是50噸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台機器 可以讓永虎戰車擺在上面 轉轉轉轉轉 那它主要的功能呢 是它來檢測 並且校正一些迴轉鍵 可以讓它平衡 舉一個生活上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生活中 我們家裡面的洗衣機 當衣服擺在同一邊的時候 它轉動的時候 它會發出很大很大的震動 很大的聲音 軸偏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衣服把它平均的擺放 對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生活中 一個最簡單的平衡 對 如果說它轉動的微轉鍵 如果說不平衡的話 那它在運轉的過程中 它可能會 在機件上 它可能會有一些磨耗 或磨損 那或者是它整個壽命會降低 會變短 那甚至可能會發生一些意外 而意外產生的話 那對我們台灣的供電來講 都是危機 對啊 這是事實 這邊有一根平躺在這裡 而且正在轉的轉子軸 這邊是在做什麼樣的 一個檢驗的科目呢 這支轉子現在正在做出廠的最後一道檢查 我們叫做同心度檢查 來確定這支轉子是不是值得 它沒有任何的偏板 那我們怎麼確定 你這根軸 完全沒有偏差 能夠合乎你的這樣一個規範要求 我們用量表 來這邊進行檢測 我們這個量表 最小量測的單位是一條 那一條的話 相當於我們0.01mm左右 人的頭髮大概 大概差不多是0.03 也就是大概三條到四條之間 這樣一個關度 這支錶的話 它的一格是0.01mm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條 它的同心度偏差最多可以到0.1mm 就是大概十條左右 那您現在看到的話 它的偏擺是0.03 就是三條左右 三條到四條 還不到五條 其實是非常合乎規範的 對 偏擺超過三根頭髮以上的話 我們會考慮 會把整支磚子重新拆掉 我們再重新加工組裝一次 因為像這個氣渦輪機 跟我們一般的噴射發動機 最大的不一樣是 你一般這個噴射發動機 了不起 從台北飛到歐洲 或台北飛到 你就算再厲害 你飛到紐約好直飛 你大概了不起 十二個小時左右 十到十二個小時 發動機連續運轉 但是像這樣的一個燃氣渦輪的 這樣一個發電機 它一旦開機運轉以後 大概就轉八到九個月 甚至於十到十二個月 像去年供電特別緊的時候 可能會讓它 甚至於這個時間還會拉長 哇 這貨櫃屋裡面 還真是別有洞天啊 它在這個地方裡面 有各種各樣這樣一個手工具 是不是你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今天台電 還有這樣一個貨櫃維修單位 因為我們的工作 這也是屬於一個大修的屬性 所以全台灣每個電廠 都有很多地點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我們自己的 維修的工具 能夠更方便的使用 所以我們建設了許多工具貨櫃 起重貨櫃 還有一些辦公貨櫃 能夠方便我們在 各地方的各大電廠 都可以很機動性的去使用它 比較需要常用到的手工具啊 像我們一些打擊板手啦 還有一些鐵鉗啊 或者一些我們的這個板手 Penji 就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Size 因為每一個電廠 它的品牌可能不太一樣 那螺絲的尺寸當然也是包羅萬象 所以咧 我們也是要把所有的工具 盡可能的備齊 那像比如說你們出去一次喔 大概都會花到你們多長的時間啊 我們一般來講喔 每個電廠的 維修的規模跟大小都不一樣 那每個機組都有不同的 這個設定的這個維修週期 那從短到20天 30天到最長到兩三個月的都有 很多時候我們大概就只有一天的休假 有些地方又是在荒山野嶺 那可能剛剛是下來的交通就不得了 沒錯沒錯 在外地上班我們大概就是住宿舍 或是住旅館嘛 外地的旅館 那有時候太太總是會比較抱怨一點嘛 因為長時間都不在家裡 那有時候一些雜物 對 有些雜物啊 需要我們幫忙的 可能就沒辦法盡份力 所以感覺台電人員的妻子 跟我們這個軍人的眷屬 屬性還真的非常的相似啊 哇 陳科長 這個是你們辦公室的辦公貨櫃對不對 對對對 哇 我們看到其實 如果說以一個機動辦公室來講 這裡可以雖然說是麻雀雖小 但是武藏俱全 就是說上面又有電力 而且也可以有電話插頭 甚至我看到還有網路 這有一個像機動指揮中心的概念 像我們每天早上開工之前 如果有需要這個工作工項的交代 或者一些內部問題需要被解決 需要被討論 那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個行動的辦公貨櫃 那我們在裡面互相討論 或者是一些問題點 那這樣子就會在這個我們大修的工地 發揮一個很大的作用 聯合兵種營能提升台灣多少反登陸作戰能力呢 它其實原本是把我們比較大的這個鋁 然後有鋁然後細分為鋅 然後讓這個鋅它本身呢 就藉由鋅這個階層 就能夠協調空中的這個火力支援 以及空軍的這個戰機的這個支援 甚至海上的海軍艦艇的這樣一個支援 然後當然鋅本身它這個裝備的這個戰甲車輛 還有包含這個機械化步兵 也的確讓這個合成營能夠更快速的出現在需要的這樣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像國軍從過去的這個金石金翠 精進到現在的這個永固專案 它其實是部隊的員額數量在減少 所以就是說要讓現在的這個現役部隊 在減少這個數量情況下能夠更激動的運用 所以它把編制縮小 但是它強化了跟海空軍之間的聯繫 讓它能夠在最需要的時候能夠協調海空軍的火力 然後進行打擊 那類似概念之下 其實共軍也有所謂的合成營 那就是跟國軍對比有何優點 共軍的合成營當然因為畢竟 現在解放軍相對來說 它的這個資源 的確比國軍多非常的多 所以它整體的這個合成營 可以納編到就是說部隊裡面 可以容納出更多的支援作戰的這個元素 那當然大陸的這個合成營 它本身還是以陸上作戰為主要思考的這個方向 跟我們國軍這個海島防衛作戰中 這樣一個合成營 一個首次作戰 做兵列這個協調 本身的這個戰術的構想 以及在戰略的運用上來講 是有些不同的 而公設概念它需要結合更多的這個 協同作戰攻擊元素 甚至於這個前進後勤的這樣一個部分 那相對來說 在我們首次作戰中 我們就可以比較省略掉其中 讓部隊比較頓重的這樣一個部分 專心晉雲首次作戰的戰場經營 那目前就是金塞購M1A2T跟M109A6自走炮 可以提升多少探案堅底的能力 好 那個M1A2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現在國軍的主力戰車 不管是M48H或M60A3 基本上大概都不是大陸解放軍的 目前地面主戰裝備的對手 所以也就是說 萬一台澎防衛作戰已經打到敵軍登陸以後 這樣一個階段 國軍一定要有一個能夠與之相抗衡的地面裝備 才能夠讓部隊有作戰下去的士氣跟心理準備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決定要採購M1A2T這樣一個主戰車 至於M109A6自走炮車 它很重要一點就是它本身 由於是美國網路中心作戰體系化下 產生了這樣一個作戰的新的車種 也就是說它的車輛買進來以後 未來它可以透過陸軍戰停資訊系統以後 分配給每一輛車一個射擊的目標 也就是說它可以大幅的縮短炮兵射擊準備的時間 然後讓炮兵在發動反擊的時候速度更快 而且發動過第一波 甚至於很快的發動第二波的炮擊以後 能夠迅速的改變陣地 讓我們的地面部隊在地面作戰中的存活率更高 剛剛看完那麼厲害的工廠跟維修團隊以後 我想我這個高科技的機器包的維修是沒有問題的啦 喵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任意把我帶到這裡來啊 這邊是哪裡啊 這邊是台電材料處中部儲運中心 所以如果來到那個材料儲運中心的話 代表我機器包的維修連零件都不會有問題了啦 中部儲運中心主要是儲備我們台電主要的書、工、配線路的器材 就像我們路上看到的電纜、電線、變壓器、一些街頭 甚至到家裡的電錶都是都在這裡 那主要的區域是在苗栗以南的區域 包含台東、外島、金門、澎湖、馬祖也都有 那經理啊一般而言如果說像你這邊這樣一個倉儲等於 負責大半個台灣 然後跟北部可以互通有無的話 那想必你這邊這個手下一定兵多降廣啊 有非常多的人力來幫你支援這樣一個倉庫的儲存 還有甚至要去找料 要找出來要去做運輸 應該是要有相當多人力才能夠完成吧 拜科技之士 我們這邊是智能化的倉儲中心 那包括我在內只有11位員工 所以全負責那麼廣大的配送 以及還要負責到全台灣各地的工廠驗收 我們還要做倉儲管理 還要做自動倉儲系統的維護跟運轉 雜七雜八的工作一大堆只有11個人 哇這也真的是科技化之士喔 沒有想到居然只要兩個班就搞定 那果然是很厲害 主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是如果只用11個人 就能夠做到這樣一個全自動化的倉儲 那我們現在是在我們中部存運中心的二樓檢料區 我們自動化的倉儲系統包含了八行貨架 透過四台存取機來存取這些貨品 裡面的儲格總共有13000多格 然後可以儲存20萬噸的物品 那主辦那譬如說你這麼多貨品進來 你要怎麼做管理 那你怎麼決定誰去哪裡 誰去哪裡 然後你怎麼管理這個倉儲 那在我們物料入庫的時候 我們會將這些物料去做分類 我們總共會將它分為ABC類 分別就是根據它的器材的重要性 使用的頻率比較高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前面 就A類 對 就是A類 那就是所謂的ABC類 就是它的存取時間跟作業時間會變短 所以說我們就是依照這樣的特性 將材料做分類 分類完之後在入庫的時候 系統自動會去 判別說它是A類或B類或C類 然後自動指定出格 對 我們都不需要去指定說 這個材料要放在哪一格 所以才能夠用11個人 就搞定這麼大一件的倉庫 好 現在呢我要把它做一個分量 哦 這個有中 這個有中 啊 太難看了 怕小看了 不完蛋了 笑偉哥辛苦了 這個要放到旁邊 然後呢 這個它還要有一箱 所以也要有一箱再繼續翻上去 這個 耐摔吧 這個不耐摔 我們的東西都不能摔 哦 真的 完蛋了 那我剛剛居然放那麼大的大力 啊 完蛋了 完蛋了 然後我要輕輕地來呵護它 然後這兩個 先翻過來 對 因為我們的品項 也有可能是我們的家用電錶 會影響計費的功能 哇哈哈哈哈 煮飯 我已經把它都崩好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那個中廚的人員 很簡單的只要拿起PDA 來做資料的紀錄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我會拿PDA去掃描 剛剛分出來這個母戰板 嗯 好 我掃描母戰板之後 它就會記錄說原本的 戰板上面有哪些品項 然後現在要更新成什麼品項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現在要做拆板的動作 然後我就會進行拆板 哦 這樣就進去了 對 然後做確定 它就會記錄 然後就會減少 然後我們依序把這四個戰板的資料都記錄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 請我們對高級師傅把這些戰板 放到我們的平台上面 它就會自動入庫了 哦 哦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在中廚 搭成他們中廚 用來將貨物送進跟取出的貨架的 吊車這樣一個裝備 實際來看看 今天中廚的這個 智慧式倉儲到底有多大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吊車呢 接受電腦的指定 抵達那個指定的貨盤 然後將貨物直接取出 那至於你說 它的這個 吊車怎麼樣能夠達到正確的位置 怎麼樣能夠找到正確的貨物 說真的就是要由它本身所進行的 這樣一個數位化的管理 才有辦法你看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很大圈的 也就是說你看 我們現在三個人 站在這個吊車上 他們剛剛跟我們說 工程師跟我們說 他這個 這個吊車其實可以熊熊的 搭載一頓重的這個物體 因為我們那時候三個人上來 像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區區在下也是個擺金男 就會想說 會不會這個重量太重啊 造成讓這個吊車不堪負荷 他說放心放心 這個吊車可以搭載一頓重的物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旁邊這種就是很多 它每一個每個上面都有 一個他們叫八口 然後這八口上面都有那個條碼 那個數字條碼 然後就是它打上去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是C貨盤 然後B貨盤或A貨盤 然後代表它的這個重要 現在我們停下來了 請問大哥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停下來 它這個地方的貨物是擺些什麼 擺放自容性防水膠帶 那這邊有一些也有擺放線欄 像那邊可以看到有一卷一卷的線欄 那個線欄一個站板的重量 都超過我們的幾重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安全 它是底下有那個起重的這個裝置是吧 是的 但是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它其實就是 它底下其實有牙差 但是我們從這個視角其實看不到 它的牙差會伸到 站板的下方 然後再上升 把它舉伸然後端出來 這樣子 再把它端出來 那這樣這個倉庫大概多長啊 這個倉庫呢 深度的話有94格 抬頭往上看我們的高度有18格 哦 對 哇那如果說真的 如果沒有像這樣的科學化 或是那個科技化這樣的管理 你說真的 你這個倉庫擺在這裡面 你說要區區11個人 就能夠搞定這個倉庫 我覺得根本是這個天方夜譚啊 最近美、英、澳簽署這個 AUKUS的安全協議 那這項協議會對台灣造成哪些影響 台灣真的更安全了嗎 目前那個 美國以及它一些重要盟國 包含像英國、澳洲等等 其實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非常重要的 這個盟邦日本跟澳洲 對大陸形成一個軟圍堵的 這樣一個態勢 這個圍堵跟過去可能跟歐洲 所出現的類似像 北大西洋共有組織 或者說是這種硬性的這樣一個圍堵戰略 它可能還是有些不太相同的地方 因為過去 美國跟蘇聯之間 彼此之間其實並沒有任何的經貿往來 只有蘇聯 因為糧食不夠的時候 會跟美國買一些小麥 那個玉米、黃豆 就是黃小玉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兩大集團之間 並沒有什麼實質的貿易 但是現在 大陸跟美國 以及大陸跟世界之間的貿易 這個連結度非常的高 所以現在 新的這個AUKUS 這樣一個聯盟 軍事上來講 形成一個就是說 彼此大家禁足 但是阻止你擴張可能性的 這樣一個空間 其他方面來說 大家還是保持一個良性互動 對台灣來講 其實由於我們跟 剛剛講到的前述的澳洲 包括日本或美國 我們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今天 我們台灣的這個防衛 還是要靠自己 靠山山島 靠人人跑 還是要靠自己 自己才對可靠 那因為之前拜登有說過 台灣跟北約 跟日韓通等級 那有人懷疑說 是不是失言了 還是說其實 美國對台灣的戰略 已經改變了呢 其實我覺得美國對台灣戰略 並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也就是說 當然美國對台灣之中 他在台灣關係法 還有六項保證中 有他對台灣的這個 防衛上的這樣一個承諾 但是這個承諾 其實也並不是給台灣 一個空頭之標 也就是台灣不可能 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 去改變現在的這個情況 或者說跟大陸之間的這個關係 也就是如果我們劇變 劇烈的改變了現狀的話 我相信對美國來說 他就算想幫也幫不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雖然說 美國在這個 這個議題上來講 對台灣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我覺得 大家也一定要了解到 美國給台灣的支持 並不是一張空白支票 我們還是要在 目前的這個憲法架構 以及這個兩岸關係上 去尋求 跟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還是要跟對岸設法 改善一些關係 不然的話 這個情況演變下去 對我們來說 的確是在防務上 會對我們形成 越來越大的壓力 課長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 是不是有時候 有這種緊急狀況發生呢 是的 我們印象最深刻 就是2016 摩蘭蒂颱風 居然不是摩拉克 也不是那個731大地震 是 731大斷電 是 2016摩蘭蒂颱風 重創了我們的金門 對 所以在當時呢 整個博軍的協助我們 把我們的人員 還有機具 全部運到了金門 那我們的人員跟機具到現場 發現了 萬事皆費 只限裁掉 啊 那金門沒有裁掉嗎 那是不是馬上這個金門縣 那個縣長要打電話問一下這個 對面的這個廈門市 怎麼緊吃呢 對不對 前面就風大雨大 我們還可以緊吃嗎 但不行 我們接到一個任務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台灣也有相對的風雨 但是我們所有同仁一接到這個任務 馬上二話不說 五分鐘內 不誇張 五分鐘已經動身 十五分鐘直接來到我們中廚 然後呢 開啟我們的設備 開啟我們的電腦 直接由傳聲機等等 簡訊等等 所有的訊息收集需要 知道金門需要哪些材料 那我們就陸陸續續的 趕緊把這些材料奔批次了 因為我們知道每一般的航班 能載運的物料 有它的限制 所以我們就當天呢 分了很多批次 而且不斷的聯絡航空公司 務必使命必打 讓當天傍晚 金門來電 金門恢復光亮 通常金門 如果遇上那種 從台灣海峽南部 穿上來的這種颱風 由於前面沒有護國神 才能幫它擋 所以那種情況都是很嚴重 當時那個颱風就是這種情況 是的 對 那像現在它在讓台電能夠完整的運作 或是甚至於能夠有效的運作 維護用電的這個穩定處 它處於在一個怎麼樣的一個關鍵地位 如果將台電就是比喻成一個戰鬥的一個單位 那把穩定供電 比你為 最主要的戰鬥目標 比你為就是 作戰的一個主要任務 那負責就是材料的一個 採購啦 或者是儲備啦 或者是撥配的材料處 就是整個台電公司 穩定供電跟合理定價 最主要的一個大本業 那副署長 我們也看到像這麼大一個倉庫 甚至你說有13000多個儲存空間 如何的有效的管理這樣的一個倉庫 那它所依靠的關鍵是什麼 它是採取一個 就是自動倉儲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它不僅讓那個就是它倉庫空間的一個利用力 大幅的一個提升 同時它也精簡就是作業的能力 那我們也應用就是大數據的一個分析 跟AI的一個運算的一個效能 那它整個的一個作業的一個那個倉庫作業 有一個最高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也 除菸中心也依據就是各單位的一個材料需求 就是定期的 而且準時的把這個單位的一個需求 送到各單位 讓他們在用料的時候 絕對不會發現有斷吹的情況 切料這樣的一個情形產生 那這其實也是維護我們的這個 整個台電的這個電網能夠完全完整 不會有任何的這個趨勢 等於說你在這個地方 中部運輸中心其實是佔了一個 我覺得甚至是運籌帷幄的一個決勝至高點 是 就是以材料處再結合儲運中心 整個的一個完整的一個供應鏈的一個體系 可以說就是能夠確保整個台電每個七處 就是各個各地的一個一個用料跟穩定的一個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千萬不要小看這十一個人 這十一個人就幾乎關係到整個台灣 苗栗以南能夠那個是否能夠供電無餘 甚至於在一旦公佩那個限電路 有狀況的這個情況下 能夠第一時間幫大家修復 這裡就是關鍵地位 是的